为了让乡亲温馨过好年 彰化县政府特别结合民间慈善团体组成春节慰问团 15日在彰化市慈爱教养院举办 103年彰化县金马银春 寒冬送爱关怀无爱春节慰问系列活动记者会 由副县长柯成坊代表县长卓博员与会 县议员林苍喜 国民党彰化县党部主任委员谢博弈 代理纪要秘书暨社会处长陈志明 财政处长詹明睿 以及结合县内各慈善机构团体代表所组成的春节慰问团等 并与与会人员共同启动春节慰问仪式 我要先代表我们卓县长特别感谢我们在座各位 对于我们的相关的弱势关怀 还有相关的慈善工作 不遗余力的推动 让我们的民众感受到幸福 感受到温暖 那尤其我们每一年在春节将至的期间 我们县政府我们会集合我们县内所有的社福 还有我们各项的慈善机构还有团体 那我们一起组成一个春节的慰问团 那我们把最大的一个资源 还有最大的一个爱的力量来整合以后 我们用实际的行动 透过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提供热食预寒的衣物 包括我们实际的到我们弱势家庭的一个关怀协助 到我们机构到我们收养收容的怨声 关怀我们的独居老人 关怀我们的儿哨 关怀我们这些需要被关怀的朋友们 在社会上很多人无奈 他不愿意这样子 但是他的遭遇就是这样 所以有能力的人来帮助他们 是非常重要令人感动的 那更重要的是社会处做了整合的工作 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机构需要协助 那有太多的人不知道怎么去协助 那我们县政府做了这个媒合的工作 让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科副县长表示 春节慰问系列活动 展开对安置在社府机构的院民 独居老人及街头游民 提供发放热食保暖物资机构加菜精等 并至住所进行环境清洁 透过重新粉刷环境展现新年新气象 落实关怀及照顾弱势族群 感受社会的温暖 体会过新年的气氛 随后也到广城老人安养中心 微群老人养护中心关怀慰问 并制证机构加菜精与愿民慰问精 充分展现现服的关心与重视 这次的一个慰问团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是很平常的 去协助帮忙粉刷 帮忙送餐 给他爱心的一个团员换 以及慰问精 这些都是非常 我们这些弱势的家庭跟区业都很需要 不管在老人区块的一个规划跟资源方面 我想说我们会更加的努力 期望说以后可以创造一个热门的城市 就是老人可以安心平安居住的一个城市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是是客户都非常关怀到我们在独自的中博 那么在这个家庭前的 叫我们微群老人长照中心 表示一个意思 请来这里帮大家威慰 帮大家拜一个新年头 既然帮大家拜一个年 帮忙这个六世团队来这里 做一间他真的辣热的家庭 我们做油漆工作 我们已经够用他一天可以完成 我们可以在春节以前做一个无意义的康夕 寒冬送爱关怀无碍春节慰问系列活动 具体展现政府与社会的关怀与温暖 希望借由此活动呼吁社会大众在行有余力之时 也可以一起加入助人的行列 让张华县的社会安全网络慈善团体工作能够更蓬勃发展 公益频道林俊明综合报导